今天我们会来看《马太福音》第十章 有时我自己也在想到最终到第十章了 说了也差了四十一堂 什么时候才说完《马太福音》呢 我希望用两年时间说 所以大家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一定会说完 在看《圣经》的时候 我相信按照黎帝卿为我们所读出的时候 大家都很清楚知道这段是说十二个门徒被召的事情 有什么好说呢 所以今天我给了一个讲题 就是《光荣妈作主的庄价当中的工人》 希望透过这个讲题能够帮助大家 让他更进一步了解到《呼召十二个门徒》这件事件 本身对于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在没看这段经文之前 我就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我童年或者少年的经验 如果大家在读书的时候 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去玩一些游戏 我记得小学的时候我很喜欢跟同学玩一个游戏 叫做《猜皇帝》 懂不懂吗 猜皇帝就有其中一个做了王 然后他就要找两个左右丞相 他要在过程当中点击其中两个同学 然后就做他左右丞相 你要见皇帝和抢皇位 那你就一定要先猜赢那两个左右丞相 否则皇帝就没有份了 这个游戏挺有趣的 因为为什么呢 特别是被皇帝选你做左右丞相 能否成为左右丞相 也是一份很大的光荣 因为如果你能够做左右丞相 就是说你可以有权在那里做王 有份分享做王的经验 后来我去到中学的时候 我天生就是一副牛力 跑我不够人跑 我试过跑一千米 跑完之后想死 我不是一个跑步的运动员 不过因为我有份牛力 从小到大在家做破柴 倒垃圾 你不要想着那些倒垃圾在加拿大 那些小小包 你找黑色胶袋做 我们是找一部大麻包袋 因为我住在一个工场里面 在家里有很多合图殼 很多 有很多揽浴殼 所以我们每一天差不多 其中一个工作 就是做完功课 有时候还没做完功课 吃饭之前 妈妈就会叫 帮忙倒垃圾 那些垃圾 你要一直倒垃圾 一直握住在麻包袋里面 所以天生一副牛力 所以后来在学校 那些老师就看准了我这个 就选了我去做这个校队 做这个扎铁饼 推圆球这两行活动的运动员 我还记得那一天我被选 就是被那老师突然间召我去他的办公室里面 教员室里面 他就跟我说 王小权 那时候我们不用翻帮名字 用中文名字 王小权 现在学校要征召你做这个 不是做军人 做这个校队 那我就 你准备 有时候你不能上课 随时要下来进行训练 那我说 想想可以不可以 他说 你还有什么好想 如果学校邀请你做校队 这就是一种光荣 不是个个人有这样的机会 可以做校队 于是你不做校队的话 他就说 可能你大学也不能进去 找到这样来威胁我 我一生就最恨人威胁我 我最多不要 很多东西 我就不会被人威胁 所以他就说 你很慎重 马上来进行训练 然后我上去就跟老师说 我跟班主任说 我刚刚下去 老师就找我做校队 那我这个班主任就说 那就好 这么光明的事情 学校有多少个做 推圆球 扎铁饼的运动员出道 你先生一副牛力 对不对 就适合你了 到时候进大学 可能你不用考到很好的成绩 你都一定进到大学 因为你是校队 我思前上校 最后我推了他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 因为负责这个运动的运动老师 就很喜欢利用那些学生 去在外面谋取自己的光荣 表面看就好像为校正光 其实他是目的想在外面 老师界里表达出 他是何等有眼光的一个老师 听闻他还预备上去 当时准备 我现在说 你们大家会知道我什么年纪 香港刚刚组织有这个 所谓的体育学院的时候 他很想去那里教 他利用这样的一种筹码 来帮助到他 在未来他进去做这个 教育 即是运动教育的学院里面的老师 今天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些说话 或者说那些童年事件呢 我就想起当年我记得 除了我被挑选成为校队 或者是很小时候做差皇帝 能够有机会被赏息成为一个左右丞相 哇 很光明一件事 因为个个都没有份 只有你有份 你可以代表学校 就代表着这个皇帝 去做一个光荣的一件工作 从而有得威 但是我个人本身 我就不是很喜欢威的人 可能我是属于一些比较 实务实干的人 我只是想你知道我做的事的质素是什么 但是不少的同学 在被选做这些校队的时候 就非常之兴奋 他认为我虽然在其他方面不行 但是有人肯赏我 我就比其他人都高人一等 但是这种心态其实是存留在很多人的心里面 可能甚至你和我也有这样的可能 特别当你在一个机构里面工作的时候 如果你的上司是想识你 去提升你提拔你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你是高其他的同事一等的 那种光荣其实是夹着一种虚荣的感受在里面 我就不是这样的人 所以我就拒绝了学校 最后没有去做校队 而那个老师也自知很认为我 在这个事件里面 其实反映了一件事 每个人被选去做一些 其他人没什么机会 或者少机会去做的时候 那种虚荣感就会出来了 那究竟今天我们看耶稣呼召 这十二个仕途或者门徒的时候 这十二个人 他又带着一种什么的心态 去接受这个选招呢 而通用在今天当我们作为神的子民 神的子民在上帝里面 是不是我们也要去争取 要在主的里面 要得到上帝的选招呢 还是这个选招是由上帝 因其他的原因而去决定而选择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主的基础 因为如果我们搞不清楚这个基础的时候 很容易当我们真的说回了教会的时候 开始所谓属灵的旅程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会落入一个现象 就以为要在教会里面 谋取一些高贵的职份 称之为圣品人的位置 然后就表现出自己是被人的信 是特别高的人等 是不是这样的思维呢 如果我们是这样的思维的时候 这个信 是不是耶稣希望期望得到 而被召的人也应该这样去想呢 或者反过来 我们去看看 蒙召是因为某些原因 而你在一个特别的位置上被蒙召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只是要放在里面才去召你 这个就是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去思想的题目 是否是一份光荣的侍奉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这段圣经 今天我会透过两个部分和大家一起思想 第一个部分是在第十章的第一节 先看看被召的人 他们现在进入成为庄稼当中的其中一份子 他们那份的光荣是怎样的光荣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不如这样吧 打开圣经再读多一次 希望我们仔细点去看看这节经文说什么 找到之后我们一起去看第十章第一节 我们一起读了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 吸他们拳兵 能赶族污轨 并医治各样的病症 很简单的一句说话 但是在前文第九章第三十八节里面 我们刚刚才看完主耶稣去指示门徒 现在庄稼是在这里了 但是需要更多去管理和看顾这个庄稼的工人 要在当中作供 于是主耶稣就跟他的门徒说 你们要去求那位主猜派更多这些工人 去到守候看顾这些庄稼 这个是刚刚主耶稣才提出给 众多在他的群众中听着他说的人 但是在这些云云的众多的门徒里面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跟随着耶稣的人很多 柴蛙蛙的人很多 前文我们也看过 耶稣曾经有些门徒 想着还是利用两个核眼的人 来产生一种兴奋的忠教兴奋作用 来证明自己 赌过来证明自己 我跟这个主这个主很有名的 下了这样的现象 耶稣在这群的门徒里面 耶稣他选了十二个出来 圣经说耶稣叫了特别十二个门徒 来到他面前 哪十二个我们一会从第二节 到第四节里面 我们会详细逐个去看看 不过 当叫了这十二个人 在众群中选了他们 耶稣给他们一样东西 一样东西 不多 一样东西 就是吸他们权兵 在圣经的里面 吸权兵 是代表他有一种能够驾驭的能力 这种什么能力 驾驭什么 原来是驾驭一些污蔽的灵 圣经把他翻译为污蔽 圣经把他赶污蔽的能力 但其实圣文圣经里面是说到 耶稣给了他们一个能力 去驾驭这些污蔽 Evil spirits 很多的 怎么样 让他们能够去到 进行医治 各类的疾病 耶稣只是给了一样东西 给这十二个人 这十二个门徒 后来称之为使徒 接着在第二节里面 就说了十二个使徒 这十二个使徒有一个权兵 可以去到 驾驭这些污蔽 好了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 什么叫呼字 或者叫的意思 在希腊文里面 叫这个字眼叫Postaleo Postaleo 这个字很特别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从两个字组合而成 Postaleo 是一个界词 Postaleo 这个字是叫做叫 说话或者呼唤 也可以这样的意思 原来这个字眼 Postaleo 不是只是叫那个人来 而是叫他来的 而是一个有权的人 有一个特别的身份的人 他叫你前来到他当中 参加成为他的一份子 然后他将有的跟你分享 这个就叫做Postaleo的意思 用一个简单的 普及的例子 就是说 譬如我家里 刚刚煮了一大煲的 糖水 湯丸 我其实煮了很多 在这里 于是乎 我就想起 惠东好像喜欢吃东西 惠蘭也喜欢 Eric也喜欢 Joe也喜欢 那我就怎么办 打电话给他 叫他来 我就Postaleo 然后叫他来做什么 来来来来来 来我家里等人一起 接着我们一起分享 这个我刚刚煮好的 湯丸 其实我真的有一大堆湯丸 想着 大英姊妹你12月来我的时候 我就请你吃了 因为我不太吃了 我有糖尿边缘 所以 即是 你来帮我吃点 我吃一两粒 没问题的 我希望 这个就叫Postaleo Postaleo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 含义 包含在叫你来 其实是叫你来来 分享这个 照你那个人的一些好处 或者他愿意跟你分享的东西 耶稣在这里 照这12个门徒来 这么多的人 他不选 选了这12个 12个的时候 来到做什么 分一些权给他 一样权 我们说了 这个权是可以 胜过那些污轨 而这个胜过污轨的能力 有什么作用呢 原来可以去到医好各样的病症 甚至把污轨驱除出来 在这个时候 被照的人 就要进入一个很重要的决定阶段 上帝 很希望每个人都被照 来在上帝里面分享上帝的好处 就像耶稣一样 他希望门徒将要出去传道的时候 都要有耶稣基督有的能力 来出去传道 但在这个过程里面 是否愿意 最后决定放在被照的人身上 就是这12个人 所以普洛卡雷奥的行动 呼召人 就有另一个层次 不是愿意给的这么简单 接受的人会不会肯接受 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问题就回来 什么人才会接受 什么人才会不接受呢 很简单 信服上耶稣基督的人 肯跟随他的人就会接受 不肯信服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 他就很自然拒绝 所以全福音不需要你去死捋 全福音没有死捋这件事 你把福音说出来 那个人想听我的福音 那个灵命会去听的时候 他很自自然会来接受 他不会经常只有拒绝 拒绝可能是一个信的过程 不过这个过程当中 是在他里面 上帝如何去塑造他 如何去推动他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有第三个可能性 就是假意隐藏在耶稣里面 去拿出这些权兵 这些我会称之为一种熟灵的吸血虫 大家有没有煮过西洋菜 没有 我很喜欢吃西洋菜煲猪 还有两个蜜组或者无花果 或者罗汉果 哇一流 最烦着西洋菜是什么 有些叫奇纳 有没有听过 有没有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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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我去街市和人一起买在这里 有没有 我打算买西洋菜煲猪 有很多奇纳 有很多我不是自己想买的 一两条隔不中也有的 有很多奇纳是什么 他一咬着你便不放 吸吸你的血 在你的血脂下吸你的血 你知道很多人是这些熟灵奇纳 在教会做什么 跟着耶稣做什么 先收住 先吸了耶稣的好处 耶稣其实明白了 有很多这样的人存留在他里面 甚至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一个是这样的 而就算他不是这样 可能他身边的人也是这样想的 弟兄姐妹 耶稣呼吹这十二个人 在这一刻他没有前撤 就马上就将这个权柄 能够胜过这个污鬼的能力 就交给他们 简单来说 耶稣去呼召人去参与 在他的事工里面 或者他的拯救工作里面 耶稣是没有前撤的 他想个个都来参与的 但问题就是 你的属灵生命是怎么样 你会做出一个什么回应 就很视乎于 有没有圣灵在你的生命里面去工作 信耶稣其实不需要去 整天去吹着那些人的信念 我还记得 其实我信耶稣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从最初很恨基督徒 因为基督徒真的很烦 他经常说我有罪 我有罪我的事 关你什么鬼事吗 我经常都这么想的 我说不过要回 我都不会回你基督教 我很恨你基督教的人 经常说很有外心 其实表面好像很有外心 其实是底里有事找你的时候 聊两句也不是有什么要求 不理睬你 信耶稣就可以了 耶稣会保佑你 我为什么要信耶稣 因为观音可能还有效 为什么要信你呢 于是在这个挣扎的过程当中 上帝会让你看深一些 基督徒是怎么样 信主是一门什么真性的事实 耶稣其实明白到有些人 在他当中 其实是在这些熟灵的奇纳 吸了耶稣给他们的好处之后 他就在从中 在这个短短的日子里面威慰 这个情况 跟我昔日 学校的老师 要求我 选择我去做校队 有什么分别 其实最终是什么 看来就好像是为我的好处 其实是为他自己的好处 但是耶稣不是为他的好处 着想来到这个世界 耶稣来到其实他整个事工 整个拯救工作 其实是为你和我的好处着想 他没有好处 耶稣来到又要死又要成 是不是很有趣 不是很有趣 转来你转来逆地而处 你想想 如果你是耶稣 你肯不肯这么做 但是耶稣在这个时候 没有条件把这个权柄交给这些人 这些12个人 究竟他有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 这个权柄之下 善用就很在乎于 他有没有神的灵在他里面同时作供 还是他只是带着一种别样的心态 来参与其中 还有一件事 这段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 当耶稣给了他们这个权柄之后 可以去赶污鬼 医治各样的病症 简单来说 这些病症和赶鬼都是神迹奇事 如果这些门徒有了这个权柄之后 他们怎么运用这个权柄之后 就很视乎于他的生命是怎样的状态 弟兄姐妹 想想想想如果有一天 有了这个医病赶鬼的权柄之后 你会怎样用呢 最近因为很多原因 我就做了一个研究 简单的研究 研究教会 他们就很希望搞这个所谓的灵恩运动 灵恩运动很特别 他们的推动很吸引人 其中一个最主要吸引人 就是祈祷的大能 所以如果大家曾经听过我说到 有一个Power of Time的节目 在这个西方基督教里面 有一个牧者经常说 在那个时间可以为你祷告 然后将很多的神力加在你身上 甚至将神迹在你身上去发生 我曾经看过一个更疯狂的一个报道工作 就是有四个人 包括一个女士 他说是一个牧师 一起用了一个很大的玻璃鱼缸 放了很多的尾钞在里面 然后四个所谓牧师的人 就在里面一路祈祷 一路这么找那些钱 他说这些钱我一路这么找 那些钱就会来到大家的电视机旁边了 当然他找了这么久 我都没见过一张飞来我的电视机旁边 我自己在银包里拿了两张就有份 但是在这个风气之下 造成了一个现象 有很多的信徒 以为基督教的神是很厉害的 是 基督教的神是很厉害的 但是厉害到一个地步 我可以来派祝福给你们 甚至在你身上去成为一个 你得福 得神迹的一个媒介 于是乎你就自此又要听我 或者依附着我这个宗派来生存 所以其中一个祈祷他们很喜欢用的就是 比如有给鬼附的时候 祈求上帝现在你的灵绑绑这些鬼的手 捉住他们的身旁 不用他们去骚扰任何信徒 如果他们有骚扰信徒 使他们信徒有病的时候 你就大能的手捆绑他们的 骚扰信徒的生命健康的影响 我们现在大能的主 你们大能的手就在那里捆绑着他们 用这样的祷告 的确实我在信主的年代 不少的牧者是这样去宣估 我们回来看看这段圣经 耶稣没有条件地把这个权柄交给他们 究竟耶稣把这个权柄交给他们 是有什么目的呢 这个就是这段圣经 大约让我宋派跟大家讲 上帝给我们可以侍奉他的时候 其实甚至有这个能力去医病赶鬼也好 目的不是把那个有这个能力的人 去显示在众人面前 他有多能力 不是 目的是希望那些有病的被鬼附的人 被得到释放 为什么耶稣要在母前撤之下 将这个权柄交给这帮人呢 最主要的原因 耶稣想给这十二个人 清楚去见证给所有人知道 我给你这个权柄 是去造就其他的人 不是造就你自己 今天很多的信徒 当我们说我又要去奉献 其实早二十几年前 特别加拿大经济衰到1990年 1989年开始 衰到1993年的时候 是最多传道的人 在现在我这个年代的年纪去传道的信徒 每个人都说奉献 我进到神学院 大家同学 有什么好谈 除了谈圣经之外 第二件事跟我谈 就是为什么你会奉献 为什么你想做传道人 怎样你会做传道人 怎样开始上帝让你知道 是要传职侍奉上主 为什么呢 很多的同学跟我这么说 很多 我要将来做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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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我做了之后 上帝就让我看到 他如何大大使用我在这些工作里 我重复问他一次 是什么缘由使你会做传道人 我就是想做这些做这些做这些 做青年人做家庭工作 做妇女工作 做男士工作 以前最流行的其中一个 男士工作是Promise Keeper 记不记得 信约者 他每个都做这些事 没有一个人告诉你 他做这些事 上帝为什么要你做 只是他很想做 他认为做了这些事 上帝就使用他 这种是什么的侍奉呢 自义的侍奉 自己以为自己是被人忧愿 他告诉人的所谓奉献 其实只不过高抬自己 是比其他的信徒高人一等 耶稣却是要做一个很清楚的见证给我们看 他归为主 上帝创世的神 他自己没有来到在这里 去显露自己有多威衰 结果怎么样 耶稣却是被人打的 最后被人盯死 还被盯死之前 还被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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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 而不是去使自己更威衰 耶稣在这段圣经很清楚告诉这十二个人 我给这个权命 是想你去造就其他人 希望那些人能够借此而去让他们看到 这些上帝其实是在他们当中 他肯肯回转 这是下一步 所以耶稣经常传读的策略是什么 是不是显神迹 不是 上个礼拜我才说完 耶稣第一样去做的就是 在会堂里教训人 将主的福音清楚去导明给人知道 然后才有其他配搭的医病赶鬼的事情 耶稣给这十二个门徒 目的是让这些他能够接触到的人 去在灵性上 看见上帝在他们当中 而这些人也应该带着一个谦卑的心 特别这十二个 不是只要显示出 我给其他的门徒休成 而是更相反给他们的体见 他们如何更谦卑地将这个信息带到其他人里面 让其他人可以得到回转 归回 所以当神迹发生在今天的时候 等于知乎 神迹可以在今天仍然发生 我相信上帝在需要的时候 有神迹在这个时间发生 但当上帝有神迹发生的时候 甚至可能透过你的参与的时候发生了 你不要以为 那于是我就给人灵性高一些 上帝和我朋友一些 所以上帝就用我和他一起去将神迹发生 不是 上帝容许我们参与在神迹里面发生的时候 其实是让你和我去帮助那些 接受了神迹而得到好处的人 让他能够有一个准确的道 准确的方向 回转上帝面 所以我从来和很多信徒说 我们不要灰心 当我们看到有些就算做不到 可能上帝有神迹出现 但如果上帝让神迹真的出现的时候 也不要太开心以为自己被人灵性好 如果上帝不让神迹在借着你的事奉去发生的时候 也不代表上帝离弃你 上帝用各种最好的方法 借着你和我在所处的环境里面 让其他人可以看到上帝的拯救和上帝的属性是如何 所以当神迹发生的时候 我们的焦点是应该放在 上帝如何让那些被医好的人 或者神迹降临他身上的人 他们的回应如何能够准确地回应上帝 我们的角色是做这个 我们戴人传福音也是一样的 有时我们可能在传福音的时候 我自己都未必在一个好的环境里面 我最简单的例子 我曾经跟很多同事说过 有很多朋友说过 你们每个人都做得挺好的 真是升职加身 为什么没有我份的呢 那个人又做什么 那个人又做什么 飞黄腾达 好像上帝是不是遗留了我 看漏了我呢 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一个信徒来的 那上帝你不用我好 那些人觉得信你 就说不要了 后来我才发现到 上帝不让我去好像他们走那条路 因为那条路更加给我们看见 是一条对我和对其他人不好的路 后来我发现很多时候我所经历的事情 直到我分享 我的朋友升职了 他就说 哎 不升好我升 为什么呢 似乎你后来的发展 比我们更加高 上帝怎么做我们不知道 但是至少我们作为信徒的 看见耶稣给我们有这样的能力 可以有这样的医治的权柄的时候 超越了这个鬼的能力 我们有没有真是好好善用地去帮助其他人 去到上帝的面前 因为你都看见上帝怎么应待了你 你为什么不再求生在上帝的里面呢 还是你只不过是一条熟灵的吸血虫 其那 吸了上帝的好处就离开了 这个第一点 呼召十二个门徒 耶稣第一样做的 好了 接着看这十二个人 是怎样的这十二个人 读经的时候 通常读到很闷的 我又给了一点的技术 给大家去读这段圣经 我们读了先 好吗 从第二节到第四节 因为整堆人名 又巧合又难记 考虑圣经问答 问了十二个门徒 当然有人答不了的两三个人 不要紧的 我们看下怎么读 好的 我们一起读了 从第二节开始 这十二师徒的名 头一个叫西门 又称彼得 还有他兄弟安德烈 西彼泰的儿子雅各 和雅各的兄弟若汉 肥力和巴多罗马 多马和塞利马太 阿勒肥的儿子雅各和达泰 奋裔党的西门 还有迈耶稣的家略人犹大 在这十二个门徒这段的记载 我给了一个副题 叫做 硬硬残残 却仍然忠于呼召的门徒 我们看下怎么忠法 怎么硬残法 首先成为神的子民 就不是代表我们是很好 成为基督徒 不是代表我们优人一等于是乎 上帝才拯救我们 不是 上帝能够选我们成为他的信徒 其实不是因为你和我有多好 而是完全在于 上帝看到一些东西在你里面 是你有 而别人没有 上帝能看到什么 在先前我们已经说过 每个信主的人 他们一定有圣灵在他里面 内住 有圣灵内住的人 他就会愿意去听圣灵的说话 而这些人也会随着圣灵的引导 去逐步认识上帝是怎么样 刚刚我们读到这里二至四节 我们看到总共有十二个人 记载也很特别 不过首先第一件事 这十二个人 他们不是十二个个人 我首先再重复说 不是十二个独立的人 为什么我这么说 因为在中文圣经里面所说 这十二仕途的名 不懂希腊文的人 我不知道他怎么解释 但是如果当我们再仔细看回 原文希腊文的版本的时候 希腊文的版本就很特别 他又用了一个不合文化的陈述 不合文化的陈述 英文就容易说 中文难说 英文是怎么说 就是 They are named as 这十二个人 他们 are named 就是对的人数 十二个人数 中数 我的英文没错 然后 他们的名字是什么 希腊文的版本 他用了一个错误的文化 他用了 They are named as 这就很奇怪了 为什么这样记载呢 那我没有办法 我要忠于圣经说 我就不可以把它扭曲 NRSV的译本 都把它改成了 就是 These are the names of the twelve apostles 对吧 大家可以看看 而我常用的NET版本 都说 These are the names 全部没有抗修过 好像没有看过希腊文 希腊文很有趣 Is 就是Is 阿 就是阿 很少不对 我读过这么久 很少 为什么要用Is 反而这个就是文的问题 在原文圣经里面 当有这样的错误 我们叫做错误 不合文法的东西 就有注解 注解是什么呢 就是学者就说 很奇怪 是不是抄错 最普遍的信 就是抄错了 改了它 A 不可以Deis Deis 不对 但是原来 马太要在这里告诉你 和我 我相信是故意 这样去用一个错误的文章 是证明给我们看 这十二个人 他们一起的活动 不是十二个分开的行动 他们是视之为一个团体 单一团体 这个团体是联系于耶稣基督 这个解释 就很符合圣经里面说 我们是树的枝子 连于同一棵树这个石神口 当我们如果从这样的解释的时候 或者这样的观察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进一步去看看 既然马太是要希望我们去明白 这十二个人不是个别十二种运作 而是应该是视之为一个团体的时候 那么这个团体的组成 就是一个特别的结构出现了 就在我们这段圣经里说了 在这十二个人名的当中 永远 你看任何福音书里面 记载 永远都是以西门为第一个 永远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胡合本》都说 头一个叫西门又名比德 不代表比德是被人超越 不是代表比德特别聪明 其实我们知道比德最后最欲酸的一个 最不认耶稣就是他 欲酸 行头那个应该最聪明 谁知道行头最丑 那你就很没面子了 但是为什么在这里 圣经要用第一头一个呢 其实也告诉我们 其实原来西门或者比德这个人 在耶稣这个门图里面 有另一个也叫西门 那个就叫做奋裔党的西门 一会儿我会说到奋裔党的西门是怎么样 所以作者是故意提出 这个西门是跟奋裔党的西门不同 而跟特别的事就是 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 从来没有说过耶稣要为西门比德改名 从西门改做比特 没有 从一开始就介绍他叫做西门比特 而暂时只是叫他做比特 因为在这个介绍里面 特意让我们不会和之后那个西门 或者耶稣基督另外一个同名的兄弟 不过在这12个人的名单当中 其实可以分为三个组别 第一个组别是什么组别呢 每个组别有四个人 第一个组别就是两对兄弟 哪两对兄弟 我们再看回经文 头一个叫西门 又称比特 还有他兄弟 安德烈 然后还有另一对兄弟 叫西比泰的儿子 亚国和亚国的兄弟 约翰 我愿意记 比特亚国和约翰安德烈 为什么我这样记 因为这个团队是一个两兄弟所包容的团队 两兄弟夹着另外两兄弟 在这个组组里面 就让我们看到这两个兄弟 耶稣基督也放在一起 在这个安排之下 让他们能够以两兄弟 即两个兄弟的生命生活 来见证给我们看 究竟是怎样而活 是不是只是兄弟故兄弟 其他兄弟我们不管 是不是这样的态度 就让我想起 《创世纪》里面 记不记得 雅各 以色列 那些兄弟是怎么对他 鬼打鬼 只得一个 是对雅各 以色列好的 那个叫尤大 弟兄姊妹 其实这段圣经 这十二个门徒 这两个兄弟 耶稣是故意给我们看 请留意 看看这些兄弟如何相待 不只是自己的兄弟 而是关顾自己的兄弟 如果信徒 我和你比较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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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他比较友善 你和他比较友善 教会是这样的 就会分裂了 很可惜教会真的很常是这样 人性 罪性 是这样 好了 轻轻看看这两兄弟 那这两兄弟 究竟是怎样成为 耶稣的门徒分子 那这些我们要看 之前的经文 耶稣如何呼善 彼得 安德烈 雅各 和约翰 这两群 愚夫兄弟 他们怎样成为 被耶稣所呼善的门徒 那这个我们不说了 你自己回去看 我今天 我超时都很重要 第二群 就是第二组别 第二组别 由另外四位的人组成 这四位的人士叫做 肥力 巴多罗马 多马 和瑞利马泰 这个组别是很特别的 首先 简单介绍一下这几个人 肥力 原本的名字叫做 要买马 喜欢马 在古代来计 就不是一件 非被沉长的事 马是象征就是战争 马是用来打仗的 所以简单来说 肥力是很向往 这些的争战 就是一种的盛情 或者他喜欢观赏马 喜欢马的姿态 这些我们不要太多去揣测 不过至少他对马是一种很毁身的投入 所以甚至改名叫做肥力 另外就是巴多罗马 巴多罗马其实是一个阿兰文名 原本的名字就是 多罗马的儿子 大家要知道 阿兰文和希伯来文很相似 好像是近亲语言 好像是广东话和新秘话 新秘话和广东话不同 我说新秘人 我就说新秘话 但是我说的你都明白 有些字眼不同而已 当我们查这个名字 原来他的父亲叫做多罗马 儿子 他有另一个别名 其他福音书里面介绍 叫做拿旦叶 叫做拿旦叶 我们不去看其他福音了 不过告诉他 他是一个人的儿子 马太是想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人的儿子 然后介绍多罗马 还有写这本福音书 做税务局的税吏 马太 有没有留意这四个人 这四个人 根本没有详细介绍他们做什么 除了马太 因为他是作者 不知名字 这四个人和先前两对兄弟很不同 做渔夫的兄弟 渔夫当时是一件有钱的工作 做生意打鱼 是一件高级工作 是富家 有钱人家 但是接着这四个人 无名无姓 还有一个父亲 还有一个人很讨厌的税吏 耶稣把他们组在一起 这四个人 可以说是分布在一些 不是很显眼的人士 耶稣扶着这四个人 多马我们知道 后来在药汉福音 他还多多问题 又不相信 耶稣显现给他 真是耶稣 又要把手指放在伤痕口 是吧 是这样的情况 就是普罗大众 耶稣扶着他们 他各有特色 好了 最后一组 这组是什么呢 我们看看这组 很厉害 这是政治人物 这批 包括了有阿勒肥的儿子 雅各 和达泰 还有粉瑞党的西门 还有一个 马耶稣的家类人 尤大 这四个人 充满政治色彩 阿勒肥的儿子 阿勒肥的儿子 这里介绍得很清楚 叫雅各 有相信连达泰 都是他的兄弟 这两兄弟 一起来做什么呢 按照圣经所 给我们的名称 阿勒肥 其实和达泰这个名字 都不是本身一个 传统的犹太人的名字 相信他是当时 跟着粉瑞党的西门 跟着粉瑞党的西门 更加不用想 粉瑞党呢 粉瑞党在这个时候 还没组织成型 还没组织成型 只为初阶 最初做组织 等于革命还没成党的时候 他在混蛋的阶段 后来写马太福音的时候 马太的思维 跟这些政治组织很相连 粉瑞党是什么 主张犹太人独立 这种民间活动 正如我刚才所说 因为他们还没成党 换句话来说 这个西门 他其实是主张犹太人 再次自治的一种思维 他有自己的看法 他想自己做事的人 最后那个 就不用说了 加略人犹大 卖耶稣那一个 有些事情大家可能就不知道 加略人 这个加略是什么意思呢 Iscariot 原来Iscariot 这个字加略 是可以指到 在巴勒斯坦地近乡的一个地方 叫Koref 里面的香文 这个香文 其实也是支持 一些类同于奋裔党的思维 主张自己独立 管治 并且这个字眼也可以翻译成为一个 叫做贪男者 出卖人的人群 甚至是一个漂染业的工人 而这些漂染业的工人 按照考古发现 他们通常是有红色的头发 或者带着红筋在头上 我选择 叫做红毛仔 加略人 但是原来有这样的背景 他有主张 可能要独立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是一些可能是 漂染的人 为了自己的原因 而参与在这个群体里面 好了 十二个我们约略介绍了 分了三组 弟兄姐妹 我们退后一步看 这十二个人 可以说得有钱的也有 没有小的也有 无名无事的人也有 有诡计的人也有 有各样自己私心的人也有 有些也是政治参与者 有自己主张的人 而卖耶稣的犹大 我们后来更加可以知道 他根本在耶稣当中 隐藏着在里面的这只旗拿 吸了很多好处 他死也是吸好处的 记不记得 用三十八银钱来得到好处 在这样的状态之下 耶稣呼召了十二个人 十二个人有什么值得好处 耶稣因为他们有钱 所以呼召他 耶稣在整个过程当中 叫他离开他的本行 即是倒他饭馆 也不是看钱 耶稣看这十二个人 其中一件事 最重要的是 他们个个都熬熬熬熬 熬熬熬熬熬熬熬 他们肯听耶稣说的说话 但听的程度各有不 有什么情况 好听耶稣说话 照顾到不想耶稣死的人 这句叫比特 耶稣预言自己要死 他说主 耶稣说撒旦你退去吧 说的是他的思维 他爱耶稣爱到犯罪的 OK 不要说错 耶稣爱到犯罪的 可以 你不明白上帝怎么爱 你按自己的意思去爱 不就会犯罪 都有一个摆明居马去犯罪 掠罪的家女人来带 耶稣知不知道 耶稣全部都知道 耶稣为什么要叫这十个人 成为这个这么特别的团队 跟着他来一起 给他的权具去做呢 因为耶稣从来不论识 你肯去跟随他 但你的生命是怎么跟随他 就在你的往后日子慢慢留下 信耶稣 不是只是我今天问你 你信不信耶稣 我举手信耶稣 你看我在教会什么时候这样做 没有这样做 你想信耶稣 你自然会来告诉我 我没有听听 但是各有不同类型的人 在里面来到去跟随他 兄姐妹 看完这个列号 看完这个排列之后 我们应该问一条问题 我们其实是不是很疲惨 我自问我也挺疲惨 为什么主要选择我去传他的道理呢 不是代表牧师比较好 不是 只不如上帝放在这个位置 我去努力去做这个位置 有些特殷教 譬如好像阿祖 他是做音响德的 那交给他做 你叫我去搞 我常常跟他说 我每次都问他 每次都问他 你有这样的恩赐 相帝 就放在这个恩赐里面 而在这个各有恩赐走在一起的时候 是一个团队 来到去介绍耶稣给人知道 郑姊姊妹 看完这段圣经之后 我想问一条问题 你如何在我们这个团队里面 一起参与 传给其他人知道 这个就是这段圣经 讲十二个门徒的目的 而不是高举哪一个 如果要高举 不如高举马太自己 他写马太福 他写大一就是我 不是 他将自己放在那四个 无名无事 都不知背景的人 求主帮助我们 当我们读完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们真的明白到 主敷着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有多聪明 不是因为 甚至给了一些权兵 然后去威 不是 反而我们要学会 谦卑 在这个团队里面 组织成在一起 做什么呢 看顾主的壮价 值得主要收到的彼此 就一起与心底头祷告 慈悲的天父 多谢你 让我们在这十二个门徒的呼召里面 让我们可以看到 上主你如何借着 你爱着耶稣基督的选择 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如何去配搭 成为真真正正 能够被主你所使用的人 在这十二个人当中 我们看到 甚至最后有出卖主的人 固认我们不想在这样的方境之下 主我们要求祢 祢的圣灵 不住提醒我们 不要做一个 只是有大发热心的 好像彼得一样 让我们谨慎 过每一天 善用主祢给我们恩赐 给我们的生命 能够在每一时每一刻 能够帮助人 认识上主祢 求主祢的帮助 我们的同心祷告 奉靠主耶稣 律得圣的名字法 阿们 阿们